7天有感受腰肖小腹,还可活化内脏筑消化。 7天有感受腰肖小腹,还可活化内脏筑消化。 又总喜欢喝几杯甜甜的热咖啡和奶茶。 下了班就团吃火锅,姜母鸭,回到家还食场补个药膳汤养生,无形中吃尽了大量的热量,平时又没有运动的习惯,结果热量全成了脂肪,小腹越来越大。 透过每天晚上三分钟的简单运动,就能锻炼腹肌,重拾腰腺,还有助于预防胃下垂。 往后倾斜姿势。自然锻炼腹肌与背部。 这个运动会用到辅助的盘力球,如果没有的人可用保证辅助,或是将上半身维持倾斜往后倒的姿势。 日本瑜伽老师森和氏表示,这个动作中倾斜的姿势是一大重点,使用助体干端正姿势,让从臀部的大转子,肩膀到耳朵呈现一支线。 维持住这样状态斜斜斜的往后倒,如果没有使用腹肌和背部的肌肉的话,就无法维持住姿势。 使用弹力球或是靠枕是为了帮助维持姿势,如果对于体干的力量有一定的信心,不使用道具辅助,更可提高实践的效果。 有助于强化腹肌和背部肌肉,锻炼腰腺,消除水肿,也有助于让姿势变得更美。 连续一周天天进行,身体游泳腺必定发生变化。 锻炼腹肌好处多。活化内脏助消化。 而日本瑜伽老师古川美嘉表示,其实突出的小腹不单只是脂肪,如果腹肌肌肉萎缩,也会失去支撑内脏的肌力,让内脏和胃下垂,不止外观看来小腹突出,也会让肠胃的肌肉萎缩。 锻炼腹肌肉萎缩。 锻炼腹肌不止有助于消除小腹,活化内脏以及消化机能,还有助于维持良好的姿势,缓和肩颈僵僵硬,后悲痛等疲劳症状。 锻炼腹肌肉萎缩。 7天瘦腰运动这样做。 STEP 1 坐在地上两脚伸直,腰部抵住弹力球,上半身往后倒。 双手在胸前交扣,食指指尖往前,双臂往前伸展。 稍微缩下巴,缩小腹。 STEP 2 维持住上半身的动作,身体再往后倒,食指往前前伸展。 STEP 3 一边吸气,一边让上半身回到正面,一边吐气,一边反方向重复相同动作。 STEP 3 指尖朝鞋前方往前伸出时,腹部和腰部要像是往后压一样,有意识地腹部周围用力。 STEP 3 左右八回,重复二组动作。 前面 meatmiş,"就是竹部成为心思论用一些矩毛的词,即左翼。